接着带大家来认识一种精神分裂症 现在已经更名为思觉失调症 罗东圣母医院即日起在内科门诊大楼举办 我思故我在 让爱觉醒霸的历年创作巡回展 希望透过创作文稿还有画作展出 让大家了解思觉失调症 进而帮助他们重新走入人生 神经病、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等等词汇 经常给人负面的疾病形象 而为了提升精神疾病患者的就医意愿 在台湾精神医学会、康复之友会联盟等等 相关团体的多年努力之下 精神分裂症走入历史 从今年起更名为思觉失调症 罗东圣母医院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思觉失调症 即日起到12月22号为止 在内科门诊大楼举办 我思故我在 让爱觉醒霸 思觉失调症历年创作连展 透过创作的文稿以及画作 让大家认识这项疾病 思就是思考 思考 我们的大脑会想东西 所以思考 然后觉就是知觉 知觉一个症状 就是思考上有一些障碍 或者是说知觉方面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会出现像广想 广想就是思考上的一个症状 那像幻听 它就是知觉上的一个症状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名称称为 思觉失调症是比较符合这个大脑的主要出现的症状的这个范围 我们喜欢其中一个画作 大家可以待会仔细看一下 这有一个圆弧画作 写一个病 它中间有一个人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感觉说 我们其实我们常常在治疗的时候是看到病 但是呢 我们呼吁到其实它也是一个人 我们是可能偏是胃 可能是循环或者是脑 可能有一些疾病 但是我们的心没有病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宣导 跟大家的支持 能够带来更多的了解 也能够再为这些患者跟家属 跟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关怀跟力量 我们精神康复者 断了一只手指的双手 有没有照顾家人的力量 有 我们生了病的头脑 可不可以继续体贴关怀我们的家人 可以哦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力量是医疗单位 也相信我们可以康复 今天我们期望的是当我们更名了 当我们重新再讲精神疾病会康复 我们的精神医疗也可以像我们院长 跟我们大家一起鼓励的一样 我们相信精神疾病的患者一定可以康复 从认识了解接受进而帮助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这项展览一方面 导致思觉失调症的错误认知 让更多人正视精神疾病的预防发生 以及正确治疗的观念 也将给予精神病患者 有更友善的生存环境 以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道